前两天才说要找律师 告会计师端木正的柯文哲 这活语气放软了 这回假账风暴席卷 最初是因为 尼奥和石乐两家公司 被灌水三笔 共916万的款项 负责人发声明 揭露账目有问题 却被民众党的陈志涵批评 是恨民众党 要置民众党于死定 让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 忍无可忍 我没有啊 我觉得应该去恨 那个写错的人吧 我有联络 我联络的还是徐甫 不是他不是他老公吗 是 然后后来徐甫就回答我说 哎 克里姐不好意思哦 这个我那时候 当时是在党部 然后进办 你要去问进办跟财务 但是你不是民众党吗 我不是要跟你说吗 然后他就 他就没有回我 面对戴利林的指控 徐甫脸书发文表示 从8月8号到隔天 都看厂商有讯息互动 往来讯息共68则 强调因为厂商 是看进总洽谈签约 自己没接触 所以围情厂商 看总干事与财务长 三方做进一步确认 争议延烧下 名嘴也爆料 柯文哲进办的假账争议 和2014年MG149风波 似曾相识 外科加护病房 医疗经费MG149法规 这个就是他的内规 提供多爱服务 看到目的 提供洗钱 洗钱把引号出来 致用 鼓励大家利用MG149 可将钱捐入MG149内 买私人物品或捐入 再领出可扣敌所得税 柯文哲跟我讲 他说老天 那里面工葬私葬一团乱 里面有些是针 收据为针 有些就胡乱拼凑 请问跟今天像不像 柯文哲假账风波 延烧下 连成年旧账都被拿出来解释 明示新闻最后报道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 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 最正确的新闻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